大家好 我今天要教大家分享電子書給自己的學生 首先我們登入了Rainbow Star電子書系統 然後去工作間 選擇分享給學生的電子書 我今天做示範的是3B組語文 我選了其中一本電子書之後 我就按右邊的3點 再選擇分享 在標籤的位置選擇自己的組別 選選了之後再按設定 我們可以把電子書設定位置有著 功課、測驗、考試、教師用書 針對這次延長假期來說 我們想將功課卡給學生 我們設定為功課 然後選擇日期 分享時段 選擇開始的日期 今天 2月3日 結束日期我們選擇下星期一 預計它一個星期之內 就完成這本電子書 選擇日期之後 我們選擇右邊的確定 你就會看到 它有個時段多了 你看看其他設定有沒有需要更改 如果沒有的話 就按確定 由於我這本電子書 已經分享過 之前分享過 所以它會再問我 是不是要見到一個新分享 如果你從未分享過這本電子書 的話 應該是會看到一個 分享成功的 顯示槍 我現在按確定 你看到它就說我分享成功了 我們在工作間中間這個分享的部分 就會看到我們分享了什麼電子書 開了什麼課堂 那我教授前做了一個測試 那如果你這個分享 你是想取消它 那你就按 刪除 那就已經取消了教授前的分享 那就用回最新的分享 那因為呢 沒有學生作答 所以這裡就不會有任何的 嗯 進度的事情 那有些之前我做了測試的 你就會按進去看見 有學生的作答在這裡 那你也可以看看傳書 它答了什麼的那個波 成績 又是怎樣呢 那又按右手邊的拆交叉呢 都可以看到 學生的表現 還有簡單的統計 去回我的書架呢 你都會看到 你為不同組給學生做了一分間 所有啦 設定位置 設定位置又閱讀的啦 今天截止的功課 所有的功課 剛剛那個分 截止提交2月10號的 語文課本就在這裡了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老師介面 可以看到的東西 那去回你的學生的部分 那我用回3B組的學生 登入給大家看一下 你就會看到 好 學生在我的書架裡面 功課的部分呢 就會看到了 你分享給他的電子書 那他可以在這裡下載下來 然後就 開啟他呢 做連結題交給你了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谢谢大家